距离国民党选举只限在两个多月 国民党中常会却在上个星期修改了选举办法 把党代表参选资格 需要入党四个月 改为一年 这瞬间也让许多的参选人失去的资格 由党员因此到法院告中常会违法 甚至冲到党中央要求撤案 而常会内部也是炮宣不断 主席洪秀柱跟副主席都认为 这提案有点问题 集体暴力 集体暴力 抗议民众聚集国民党外 要求中常会撤回提案 原本只要入党四个月就能参选党代表 8号的中常会却被改成要入党一年 有人选到一半才知道自己没资格 大喊不公平 游戏规则可以剩下70天的时候来改吗 更何况这是从16拳到19拳 一直在实行的一个规定跟办法 这当然违反了信赖保护原则 公告是我们公告日期 我们照那个章程的公告日期 3月31号的公告以后 大概单出去才算公告 提案的中常委坚持选举办法 是3月31号才公布 之前一月放在网路上的办法不算数 担心党员入党时间太短 是黑道还是绿营都没时间查 提高党代表参选资格有其必要 两派意见将持不下 不然就是协商就这两种方式 连立法院的议事规则都拿出来 不过这一协商还有得拖 又怕表决伤了和气 我们没办法过日子了 各位常委知不知道啊 我们今天还在为这个事情 洪秀柱忍不住动了怒 争议议案到底要重新表决 还是复议就花了两个小时在讨论 最后还是选立法院把这一次会议 延到下星期一并讨论 虽然先搁置争议 只不过党代表参选资格一天不确定 参选人就一天不心安 这影响可不小 欢迎新闻 林继强 黄云传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称访者 榜亚传 台北报导